這一塊一塊這麼漂亮的盆子 都是用手一筆一筆畫出來的 藝術家孫德馨老師 希望可以將美學將一些生活裡面 因爲德國專門在畫符合的無毒材料 在畫作完成以後 只要放在家裡的行路 行四十分很快就算完成了 文化局的文物陳列是 我們特別來邀請到孫德馨老師的 愛指揮畫的這樣的一個 生活美學的一個 彩繪陶瓷的這樣的一個展出 他在這樣的一個 彩繪陶瓷的專業裡面 非常久 甚至也到國外去群青 在回國之後 他完全投入了這樣的一個創作 氛圍裡面我們可以看出孫老師來講 他在這方面的投入跟用心 孫德馨老師從小孩很愛維圖 一開始接觸到 符合的彩繪是想要挑戰 將柔柔的材料 圍在滑滑的盤子面上 要怎麼做才會讓筆 跟材料都怪怪的聽話呢 就是因為這個單純的循環 和上行動 讓身邊的人都感受到 他對於彩繪的意見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我們南投的子弟 我們孫德馨老師在文化中心舉辦我們的陶瓷展 那這一項的一個生活美學非常的實用 可以落實到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所使用的這個陶瓷器 都可以來做一個彩繪 我想只要有這個美術的一個基本功 加上我們彩繪的一個色彩的一個跳動 我相信每一樣作品都可以非常的一個亮麗 那麼我們參展的這一個最大的心得 就是看到很多的一個瓷器非常多樣的一個變化 那麼色彩相當的美 那我想說生活美學通常就可以融入到生活當中 也能夠讓南投縣的一個鄉親所有的縣民 生活美學素養能夠提高 所以彩繪非常注重這一項的一個 這個生活美學的推廣 所以今天特別走訪我們文化中心 親自來踏看我們孫德馨老師的一個實施念展 孫德馨老師標示 可以將外圖當作幾十人的幸福 跟國家的朋友分享自己的作品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做好一種美學 融入生活裡面 讓生活更加漂亮 既吃過麥 蔡鳳報道